我是Johnson,香港人,西餐厨厨 通常我会用一些特别的西餐烹饪手法 运用在家常菜当中 譬如今天做一个炒蛤蜊 我会做一个特别的酱汁 令蛤蜊炒出来更加的美味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冰水 然后把蛤蜊倒进水里 加一点盐巴 然后放到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等它的沙途径 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蛤蜊的配料 里面有红圆椒 黄圆椒 红洋葱切丁 然后蒜末 姜末 还有红辣椒圈 接下来这个酱汁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加一点油到锅子里面 然后放洋葱丝 姜片 蒜片 以中火的慢慢去爆香它 记得千万不要炒焦它 直到它的香味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味醂 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菠萝汁 酱油 老抽 然后开中火 让它慢慢地煮开 让它煮到大概八十到九十度 酱油里面有氨基酸 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大火去煮它的话 它的氨基酸会变成酸性 变得很酸 之后我们可以加一些糖 甜椒粉 然后放一些香菜的根 因为这些香菜的根 通常很多人都不会用的 然后在煮酱汁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一些 提升这个酱汁的味道 到最后我们可以打一些生粉水下去 让它变得浓稠 就变成一个酱油的glaze 好 最后这个酱汁呢 大致上就煮到我们需要的浓稠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酱汁过滤 当蛤蜊吐完沙之后 我们就会开一个锅 然后开火 倒点油 蛤蜊倒入 然后加一些白葡萄酒 盖上锅盖 一分半到两分钟之后 我们看到锅边有蒸汽出来的时候 就会把锅盖打开 把开口的蛤蜊煎出来 假如没有开口的蛤蜊 不适合食用的 煎完蛤蜊之后 这个蛤蜊水我们要留用 因为它是很鲜美的 当油温转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蒜末跟姜末放入 当你闻到姜跟蒜的香味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红洋葱丁 黄原椒 红原椒 然后还有葱段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 刚刚过滤出来的酱汁倒入 还有煮蛤蜊出来的蛤蜊汁 还有辣椒圈 让你看到这个汁水收缩的时候 还有浓稠的时候 你可以把刚刚开口的蛤蜊一起放入 要翻炒一下 要翻炒一下 你看到酱汁挂在蛤蜊身上的话 OK 就差不多可以上叠了 上叠 当我们把蛤蜊剩盘了之后 我们加一些香油 芝麻醉 还有些香菜末 那现在这道菜就做好了 OK 为什么这个菜我们会加菠萝汁呢 这样子会有菠萝的香味 然后吃下来蛤蜊更加的鲜美 Glaze煮上来就是比较浓稠一点 会挂在蛤蜊上面 吃下来更加的好吃 更加的美味 这道菜是蛤蜊 吃下来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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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来更多的